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将带领大家呢 学习一下UCOS这个操作系统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张鹏飞 多年通知与嵌入室开发工作 曾经独立开发过医疗器械 数据远传 远程控制 智能家居等多个系统项目 好 本次课程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操作系统的一些介绍 我们这个课程的目标呢 是物联网终端 开发之UCOS操作系统的一个理论基础学习 好 我们今天先简单来介绍一下操作系统的简介 在介绍操作系统简介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提出下面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是 什么是操作系统 第二个 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习UCOS这个操作系统 今天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呢 来讲解一下这个操作系统的基本内容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 什么是操作系统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我截的一个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操作系统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计算机的一个结构 计算机的最上层呢 是应用软件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操作系统 最底层呢 是计算机的硬件 应用软件呢 我们都比较熟悉了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Word Excel了 等等这些软件 PPT啦 包括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个软件 这都属于一个应用软件的范畴 那操作系统呢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微度操作系统啊 iOS这些系统啊 等等 好 接下来呢 是计算机的硬件 计算机的硬件 包括我们的鼠标 键盘 显示屏 好 那从这个图中 我们可以看出 操作系统呢 它起到了一个 乘上乘下的作用 也就是说 对应用层 那提供一些服务 主要提供的是 计算机硬件的服务 比如说 我们现在需要打字 好 我在这里打字 好 我在这里打字以后呢 我们都知道啊 好 我们打字的时候呢 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应用软件 而在这个应用软件 它的最终目的呢 是把键盘输入的一些信息 对中反映到LCD屏上显示出来 所以说 这个应用软件呢 它需要两个硬件 第一个呢 是键盘 第二个是LCD屏 那也就是说 它不可避免的 要和LCD屏 和含有键盘呢 进行一个数据的交互 那它在和LCD屏 和键盘进行数据交互的时候呢 就用到了操作系统 好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啊 从上面的图中 我们可以看出 操作系统呢 出于软件和计算机的硬件之间 起到一个乘上旗下的作用 它呢 向应用层提供计算机 硬件的一些服务和其他服务 同时管理和计算机上的 所有硬件系统 好 从这个图中 我们可以看出 操作系统呢 在我们这个计算机系统呢 起到的作用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说 我们在学习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一定要搞清楚 计算机的硬件 还有应用层的一些接口 好 那这是这个操作系统的一些作用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操作系统呢 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微豆子 IOS系统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Linux系统 包括我们嵌入式的一些系统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学习的UCOS 还有FreeITOS 还有呢 我们一个其他的一些操作系统 等等 那这么多操作系统 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操作系统的非类 好 大体上来说呢 我们这个操作系统呢 主要非为两类 第一类是实时操作系统 第二类呢 是非时操作系统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概念 非时操作系统 和实时操作系统有什么不同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非时操作系统 好 非时操作系统呢 就是说我们用一台计算机 好 采用时间片褪转的方式 好 采用时间片褪转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呢 采用时间片褪转的方式 同时为几个几十个 甚至几百个用户服务的 一种操作系统 那这个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这个 微度操作系统 在我们这个操作系统上 我们可以 可能同时运行着 好多程序 比如说我同时运行着 这样一个软件 好 接下来呢 我同时又打开了 我们的IE浏览器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有很多个应用程序 在执行 那操作系统呢 就采用了这样一个 时间片褪转的方式 同时为这几个 应用程序呢 服务 那它具体怎么服务呢 比如说我首先让这个软件呢 工作个一百毫秒 然后呢 再让这个IE浏览器呢 工作一百毫秒 接下来呢 我再让其他的应用软件呢 工作一百毫秒 这就是一个时间片轮转 当这个时间片被飞的 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人肉眼呢 可能就飞变不出来了 就认为呢 这么多应用程序呢 是在同一个时刻呢 同时机型的 好 这是第一个 非时操作系统 非时操作系统的好处呢 就是说 我可以 应用程序呢 可以控制你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执行多长时间 那个软件执行多长时间 这个呢 是比较简单 清晰明亮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 实时操作系统 好 实时操作系统 与非时操作系统 一个对待区别呢 就是时效性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实时操作系统呢 是保证在一定时间 限制内 完成特定功能的 一个操作系统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现在在打字 好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打字的时候呢 这个字呢 必须立马给显示出来 好 那如果我打字 过了 一飞钟以后 这个字才显示出来 那很显然 这个操作系统呢 就不具备实时性能了 好 给大家举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 汽车的刹车 好 我们都知道啊 当你踩下刹车以后 好 这个时候呢 刹车系统开始工作 刹车系统呢 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 把车给刹死 那很简单的道理啊 比如说这个刹车系统呢 能在一秒内把车杀死 那这个时候呢 车跑了七米 这样一个距离 但是如果刹车系统呢 它最终是把车杀死了 没错 但是它如果不是在一秒内 或者说不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那很有可能就会酿成一个事故了 好 所以说呢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啊 实时操作系统和非实操作系统的区别 第一个 实时操作系统呢 必须要保证这个任务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 而非实时操作系统呢 并没有这样的保证 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上网 好 在上网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开始卡住了 比如说我点了一个按钮 它现在开始卡了 但是如果它卡了一定的时间以后 它可以回来 那我们呢 是没有任何需求的 但是对这个实时操作系统呢 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一下 实时操作系统呢 必须保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 完成特定功能的操作系统 好 实时操作系统呢 它非为硬实时和软实时之非 就是说 有硬实时和软实时操作系统 什么是硬实时呢 硬实时操作系统呢 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 必须完成这个操作 好 就像我刚刚说的 刹车 从你踩下刹车到车刹死 必须在一秒内完成 那这就是硬实时 但是软实时呢 这是按照任务的优先级 即可能快的完成操作 就是说呢 我以最快的速度来完成 但是呢 我不保证在一秒内完成 这就是一个软实时 好 那硬实时操作系统呢 和软实时操作系统 概念理解的 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这个UCOS呢 它是属于一个 既不属于硬实时 也不属于软实时的 一个操作系统 实际上我们大多数商用的 这个软件呢 都是介于硬实时操作系统 和软实时操作系统之间的 好 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UCOS 首先它第一个是实时操作系统 但它不是一个硬实时的操作系统 好 那我们也了解了 这两个操作系统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来简单化飞一下 我们常用的微度子 iOS和Linux系统呢 都是一个非实操作系统 因为呢 它对我们的时效性要求 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 在每切入式系统开发中呢 大多数有的时候呢 会选择使用实时操作系统 比如说 我刚刚举的例子 汽车的一个buff 或者说呢 我们在做一些其他的一个 应用程序设计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可能会用到实时操作系统 好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来讲解这个UCOS 主要是学习实时操作系统 好 那在这里呢 有些同学呢 可能就会有一位了 那我们要学习的是实时操作系统 但是实时操作系统 难道只有UCOS这一种吗 不是的 实际上实时操作系统呢 是比较多的 除了我们这个UCOS 好 当然还有我们的free RTOS 好 包括我们一些商用的操作系统 很多都是实时操作系统 那为什么我们选择UCOS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UCOS 首先第一个UCOS 这个操作系统呢 好 它有一下哪些好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UCOS 它呢 是麻雀随小 五脏集群 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微内核 它只有内核的一些服务 没有其他的服务 所以说它这个代码量呢 非常小 好 并且呢 是一个开源的代码 很适合我们初学者来学习 好 第二呢 我们可以学习实时系统的一些 编程技巧 这样的一些技巧 好 第三个 我们可以把在学校中学到的 操作系统的一些抽象概念呢 具体化 好 第四个呢 我们具有黑腔的一个使用性 好 也就学完UCOS以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UCOS来做一些很多项目 好 接下来呢 因为UCOS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 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操作系统呢 来学好我们的C语言 尤其是学好数据结构这一块 好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说一下 一般来说 我们从事嵌入式系统开发工作的人员呢 必须对嵌入式系统呢 要有一个足够的了解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现在嵌入式系统的复杂程度呢 越来越高 所以说我们选择一个操作系统呢 是必要的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选择这个UCOS的操作系统 第二个呢 我在学习操作系统之前呢 首先给大家提供一些学习UCOS的方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学员上课的时候呢 要瑞接听讲 好 我讲到的一些东西呢 可能有时候会说的比较快一些 但是大家上课呢 要瑞接听讲 UCOS中呢 一些操作系统的概念呢 还是相当多的 好 第二个呢 我们要能主动去阅读课程 推荐的一些书籍和维章 好 在这里呢 我们学习UCOS的时候呢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这个书呢 是邵贝贝翻译的 好 这本书呢 清晰的描述了这个UCOS 这个操作系统 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以及这个操作系统的介绍 好 这是第一个啊 我们学习UCOS的时候 要多读这本书 好 接下来第三个呢 就是要学员呢 多思考 就遇到一个问题呢 我们要思考 为什么 是这个 是这样 一定要思考一下 好 讲到这里呢 有些学员 尤其是学过单片机 或者说我们Cortex M系列 开发的一些学员 可能就会有余位了 那我们在学习单片机 或者这个Cortex M系列的CPU开发的时候 我们也并没有使用操作系统 那没使用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们要做出了一些很优秀的一些应用程序 好 那所以说呢 这个操作系统和不使用操作系统 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 好 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下一节课呢 会介绍 好 在不使用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们把这样的系统呢 叫做前后台系统 好 在下一节课呢 我会带大家介绍前后台系统 和多瑞乌系统有什么样的不同 好 今天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